那咱们刚才讲到说这个自产的应税消费品 有哪些用途 那你想一想 在企业里面 你这个自产的应税消费品 除了说咱们用于连续生产之外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用途 是不是说咱们用于连续生产了 有没有这些用途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自产的白酒 咱们自己招待客人给它喝掉了 行不行 那肯定的 那你说那个白酒厂里面 茅台五粮液 那绝对是交际应酬给它消费掉了 对不对 或者咱们是个化妆品公司 咱们自产的这个高档化妆品 赠送出去了 有没有 对吧 因为这个你们都知道 这个买化妆品送很多东西的 那些什么小样什么的 有没有 有可能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的消费税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来我们看一看第二项 自产自用的其他的自用行为 那这里边我给它分个界 来我们看看前半部分 再建工程 哪些东西可以用作再建工程 想想 咱们的这些15大类应税消费品 哪些可以用于再建工程 想一想 我们的这个什么石木地板 可不可以啊 我们的涂料可不可以啊 都可以 对不对 那包括啊 我们这个自产的成品油 有的时候这个再建工程 需要用这个油烧油的时候 它也能用到 所以这些东西它都可能用到 咱们企业内部盖楼 第二个管理部门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总裁办 对吧 总经理办公室典型的是企业的一个管理部门 对吧 比如说我们自产的白酒 总经理办公室送去了 招待客户等等 或者是咱们总经理自己喝了 行不行 也可以 对吧 用于管理部门 非生产机构 比如说我们的工会 有没有同学 你们的企业有工会的啊 这个工会啊 典型的非生产机构 说咱们工会用掉了 行不行 也可以 对吧 提供劳务 那也可能哈 我们有一些产品 咱们用作对外提供劳务 或者提供服务等等 那这些情况 前边这一半 咱们先说 请同学们来 自我判断一下 前边这一半是 咱们内部给它用掉了 还是外部用掉了 你看看哈 想想 再建工程 管理部门 非生产机构 提供劳务 这是内部还是外部 这些都是内部给它用掉了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些情况 我们是内部用掉了 但是我问你 这个应税消费品 有没有被生产出来 有没有被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告诉我 有没有 一定有 对吧 它一定是先被生产出来了 咱们才给它用掉了 那国家要不要对它征税啊 要征税 对吧 谁让您把这个东西 生产出在这个世界上来呢 所以要对它征税 所以要怎么样 要交消费税 这是前半部分 那我再多问大家一句话 前半部分要交消费税 要不要交增值税 想一想哈 这个问题可得你们想一想了 要不要交增值税 有些人说要 有些人说不要 首先啊 咱们说增值税 什么情况下要交 想想啊 咱们说征税范围 对不对 征税 什么情况下要交 您首先第一啊 您得是正常销售 请问大家 这几个有没有正常销售 告诉我 没有销售 咱是内部给它用掉了 对不对 那我再问你一个 那第二种要增增值税的 那是咱们得让它 视同销售 对不对 来 考你 这几个数不属于增值税里的 视同销售 你回忆一下 视同销售的政策 哪些啊 我们用作资产的产品 用作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这前面没有 对吧 集体福利咱们还没说到呢 在后边呢 对吧 没有 那有没有说用于什么 投啊 分啊 送啊 投分送是典型的 外部移送 对不对 这个时候也没有 那所以这个时候 用不用增值税进行 视同销售呢 也不用 那当然了哈 我刚才举的例子里边 比如说哈 咱们用作交际应酬消费了 那是增值税的 视同销售的范畴 除了那个以外 其他的情形 只要不在增值税 视同销售范围内的 因为它都属于 你企业内部的移送 所以增值税 不需要视同销售 也不争增值税 明白了吗 所以这是第一个 增值税 我才说不属于个人消费 对 刚才我说了一个情形 属于个人消费的 那就是哈 我们用于交际应酬消费 那个是哈 如果您是资产的 用于个人消费 那得视同销售 除了那一项之外的 其他的内部移送 怎么样 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对不对 所以前面几项 咱们可以哈 给它提炼成为 它都属于内部移送 所以内部移送 要交消费税 但是不用交增值税 除了那个个人消费除外 后边半句话 同学们来看看 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 职工福利 还有奖励 你告诉我 后边这半部分 是内部还是外部 那包括你说啊 你送给了你的职工了 那其实也是你给了职工个人了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后边的你都可以总结 其实是 外部移送 外部移送 的情形下 消费税要交 那增值税 一般情况下 也都是要交的 所以这部分哈 咱们把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规定 在这一句话里面 都给你说了 一般情况下 这个特殊 我们先不考虑 用于 再建工程 用于 管理部门 用于 非生产机构和提供 劳务的情形 一般情况下 属于 内部 移送 所以 只需要交消费税 但不用 交 增值税 后半部分 馈赠 赞助 奖励 集资广告 职工福利 等等 因为它属于 外部 移送 所以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属于 增值税当中 你对外边 送出去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都是要交增值税的 但是 这一句话里面的 所有情形 消费税 都是要交的 所以这儿 咱们这一句话 给大家做了一个 扩展的解释 这一句话里面的 所有情形 都要交消费税 但是 增值税 却不是 所有情形 都要交 内部移送 不用交 外部移送 采用交 听明白了吗 所以呢 有人说 这个前半句不懂 前半句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再建工程 我拿我的 生产的石木地板 帮我企业盖栋楼 对吧 装修到那个楼里面去了 管理部门 我们有什么 总裁办 总经理办公室 用于管理部门 装修总经理办公室 行不行 也是可以的 对吧 非生产机构 我们工会 用掉了 提供劳务 比如说我有一个自产小汽车 然后我用于对外呢 提供一些什么这个送货服务啊 加工修理修配啊 或者是我对外提供一个租赁服务等等 这种情形 咱们都是属于内部用途 所以不用交增值税 明白了吗 好了 那么 其他的自用行为 这呢 增值税 不是重点 咱们只是扩展的给大家讲一下 这啊 同学们 咱们关键问题 是要解决 什么 消费税 所以告诉我啊 这些情形 你告诉我 评论区 要不要征收消费税 通通都要征收消费税 啊 人家说造个楼不是集体福利吗 不是啊 造个楼 怎么你就确定是集体福利呢 万一是造个厂房呢 万一是造个生产车间呢 对不对 万一是造个办公室呢 这也不是集体福利 对吗 所以呢 这些内容 消费税 都是要交的 啊 办公楼不是集体福利吗 办公楼不是集体福利 办公楼是我们的正常生产经营用途 那你说楼 咱们在增值税里举个例子啊 什么职工食堂 职工宿舍啊 等等 这些才属于集体福利 不要你看见楼 就说是集体福利啊 好 OK 那么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来看看 第一个 石化工厂将自产的柴油 用于本厂基建工程 这属于什么情形 基建工程 再建工程 对不对 柴油是不是应税消费品 是 所以这个情形 要不要交消费税 要交 第二个 汽车生产企业 把它自产的小汽车 好了 它不往外卖 咱们企业管理部门 咱们自己用 行不行啊 我总经理办公室 开着用 我工会开着用 可不可以啊 自产自用 要不要交消费税 要交 第三个 化妆品企业将自产的高档化妆品 发给职工 作为节日福利 典型的用作职工福利 对不对 第四个 汽车生产厂 把自己生产的小汽车 免费赠送出去了 无偿赠送出去 或者呢 用于样品 广告 赞助等等 反正你也是无偿送出去 对吧 或者呢 你无偿赠送给了这个交管局 赞助给交管局做什么 做什么碰撞实验等等 这些都属于对外赠送 馈赠广告 样品 这些凶徒 也要交消费税 所以这四个情形 咱们都是要交消费税的 对不对 好 这是咱们第一种 其他自用行为里面 这些所有的都要交消费税 那么这些要交消费税 按照什么金额去交 咱们待会会给大家一个 自产自用行为 计算消费税 怎么确定销售额 我告诉大家 我们仍然是按照一个顺序 所以这个顺序 同学们回忆一下 咱们在增值税里 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顺序 在哪呢 视同销售 对不对 在评论区 打在评论区啊 增值税视同销售 咱们销售额确定的顺序是什么 来想一想 自己同期同类平均 他人同期同类平均 完了之后 最后一项是我们的组成计算价格 好 咱们在这儿先给你打一个伏笔 自产自用 自产自用消费税这儿仍然是有一个顺序 那么这个顺序呢 比增值税啊 少了一项 第一项是自己同期同类平均 第二项那个他人同期同类平均啊 没有了 直接跳到了第三项 叫做组成计税价格 所以这儿咱们先把这个知识点 给大家你先看一眼啊 好了 这是自产自用情形 我们这个消费税怎么算 仍然有一个顺序 第一是自己同期同类平均 第二就是组价 没有他人了 比增值税少了一下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其他的自产自用行为呢 有一个重点要来了 这个也是绝对的重点 大家在笔记上画两颗星 这个重点是说 我们用一个自产的应税消费品 我们拿它来干嘛呢 看关键词 换 换取生产资料 换取消费资料 什么叫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 你不用深究它啊 比如说我换一批原材料 我换一批这个半成品 我换一批存货 我换一批生产设备等等 都是属于换 换的范畴 头呢不解释了 对外投资入股 投资到其他你的子公司里面去啊 等等 投资到联营企业去啊 都是投资入股 第三个底 底偿债务 对吧 别人欠你钱 什么呀 你欠别人钱 你还不起了 但是呢 你有货 对吧 你有这个应税消费品 哎 送给人家了 说底 我的多少多少债务 对吧 这叫底偿债务 所以这三个 把这三个字 一定要给我记下来 换头底 换头底的情形 我们不用平均价了 也不用组价了 用什么价格 记住 用最高价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同学们 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消费税的销售额 或者计时依据 跟增值税理的规定 就发生了一些差别 对吧 我们增值税理说了 一般情况下 换啊 头啊 底啊 尤其是头 我们说头是属于市通销售 对吧 换 属于我们这个 以物易物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底呢 抵偿债务 我们本来欠多少钱 对吧 咱们抵多少钱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咱们消费税的计税依据 跟增值税的计税依据 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出入 那咱们增值税呢 一般情况下 删着一个平均价 或者你这个东西的正常售价 但是消费税里面 不然 咱们消费税这是按照最高价 所以这条大家务必要记下来 为什么 因为它一定会出现在 消费税的计算题当中 记住六个字 换头底按最高 写在你的笔记区 最最醒目的位置 换头底按最高 所以呢 我告诉大家哈 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毫不犹豫的压题了 消费税的计算题里面 要么一般消费情况会出现 自产自用 顺序自己同性同性平均或者组价 要么它就会出现 非独立 按什么 按门市 要么它就会出现 怎么着 换头底 按最高 所以这儿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点给我记下来 反正 一般消费状况 三选一 自产自用 换头底 非独立 要么就是这三个 其中一条 要么就是两个 给你组合起来 所以这儿 你一定要搞清楚 咱们的销售额 用哪个 那这儿呢 解题高手 把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一些处理呢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当然了 咱们刚才给大家扩展的那些增值税的处理 不作为重点把握 有团说了 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好像没太明白 似懂非懂事的 但是呢 那些东西不重要 咱们只是做一个扩展的知识 但是呢 哪一条你务必要给我记下来 同学们 中间消费税的处理 你是务必要给我记下来 这里面最最重要的 那就是换头底 按照什么 按照最高的售价 听明白了吗 好 所以这儿啊 听懂了 给我评论区里打一个三 那么接下来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解释一下这个东西 有没有同学不太理解 说这个什么叫平均价 什么叫最高价 咱们简单解释一下 这样的话 因为它题目里啊 它确确实实会这么考你 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说这个啊 卖了一百个 比如说这个化妆品 假设化妆品 每个一千元 这都是咱们这一个月的 一个月的销售情况 我又卖了一百个 每个一千二百元 我同时我又卖了一百个 每个呢 一千一百元 请问同学们 来 你告诉我最高价是哪个 非常简单 显而易见 最高价 毫无疑问 这是最高的 对吧 这都不用犹豫 所以题目里啊 给了你价格 找最高 太简单了 那关键就在于 平均价怎么算 他说平均价一个一千二 一个一千 一个一千一 那平均价就是一千一呗 那这个我是因为 给你举的例子 比较简单 那实际上 你在算平均价的时候 您是一个叫做 加全平均价 什么叫加全平均价 您的计算方法 是要拿总的销售额 除以一个 您的总数量 怎么算啊 一千乘以一百 加上一千二乘以一百 加上一千一乘以一百 然后您一共卖了多少个 一共卖了三个一百 那就是三百个 所以加全平均价 是按照这种方法 计算出来的 总的销售额 除以总数量 咱们这假设 所有都是不含增值税的 所以这是平均价 这东西啊 我告诉你同学们 我要把其中任何一个数量 给它改了 它的这个加全平均价 它就不是一千一 比如说 我把这个一千一二 给它改成四百个 我把一千二改成四百个 来同学们 你给我按一下计算器 你们在评论区 按一下计算器 你告诉我 这个公式变成了什么 这一千二乘的数字 就变成了四百 对不对 那我们的总的数量 变成了什么呢 我们的总的数量 就变成了六百 一共卖了六百个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加全平均价 可就不再是一千一了 变成了什么 变成 有天算了 是不是 变成了一千一百五了 对吗 所以这 这就是我们加全平均价的 这么一个概念 记住 都要用不含税的增值税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最高价很好找 关键就是这个平均价 有的时候 它题目里边 得让你自己 摁一下计算器 得算一下 当然这是一个 初中数学了 同学们 初中都到不了 小学六年级吧 好了 这是最高价和平均价 来我们看一道题 企业的下列经营行为当中 应同时缴纳增值税 和消费税的事 这道题呢 给大家编的 难度比较高 那这个呢 我就是想考考大家 对于刚才咱们扩展的 这些自产自用的行为 增值税怎么处理 消费税怎么处理 看看你有没有掌握好 来看看这道题 酒厂将自产的白酒 用于生产酒芯巧克力 来告诉我 评论区 这是属于什么 连续生产酒芯巧克力 是非应税产品 对不对 非消费税的应税产品 所以呢 移送环节怎么样 要交消费税 但是我问问大家 我移送环节虽然要交消费税 交不交增值税 告诉我 A交不交增值税 A不交增值税 为什么 咱是在一个厂子内部 不同的车间内部移送 根本没往外卖 根本没往外边移送给别人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肯定不交增值税 所以啊 对 没卖呢 没错 所以呢 第一个不选 B 4S店销售超豪华小汽车 这儿呢 不用纠结 因为人家直接给你了 这是超豪华 那告诉我 首先啊 肯定要交增值税 没问题 它对外卖出去了吗 销售了吗 那这儿 为什么要交消费税 因为这是零售环节 家争一道 所以B选项当选 C 烟酒超市零售白酒 告诉我 这个行为交什么税 来 烟酒超市零售白酒 零售白酒 它只交一个增值税 为什么不交消费税呢 这是零售环节 回想一下 只有哪些东西在零售环节争啊 金银薄钻 是仅在零售环节争 超豪华 零售环节 加征 有白酒吗 没有 对吧 没有 好 后面 B 首市经销商 进口 薄金钻戒 相钻首饰 金银薄钻 生为进 交不交 生为进 进口环节 不交消费税 但是这儿交不交增值税 要交增值税 所以呢 诶 有时候说不交 进口环节 同学们 进口货物 要不要交增值税 要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啊 那所以呢 这道题 咱们只能选B了 啊 好了 那咱们通过这道题呢 我告诉大家 消费税 这道题 咱们做完了之后啊 别一下就过去 咱们总结一下 想一想啊 动动脑子 这道题它考了什么 同学们 想一想啊 这道题它考了什么 首先 消费税 税务 考没考 金银薄钻 然后呢 酒 这巧克力 白酒 炒汽车 等等 考了税务了 还考了什么 消费税的征税环节 对不对 那同时 它还考了增值税的知识 增值税 那个环节征 对吧 那包括了国内的所有的销售环节 还有进口环节 这都是增值税的征税环节 所以这道题啊 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综合 所以这道题呢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回去啊 咱们再花一些时间 自己再琢磨一下 听明白了吗 好 OK 解析 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啊 OK 好了 接下来咱们仍然是自产自用 最后个点 自产自用 销售额如何确定 首先啊 咱们这说了 你要先记住 换头底 怎么着 除外 为什么 换头底 用最高 来 把换头底 用最高 给我打在评论区啊 有人说超豪华小机车 零售要不要交消费税 交 超豪华小机车 咱们是零售环节 加征的啊 所以呢 超豪华小机车 升尾进也得交 零售环节 他也得交啊 好 OK 所以换头底 用最高 所以这咱们说的是换头底 除外啊 来看看 按照顺序去确定 把顺序俩字 标下来 第一 它的规定里边写的是 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 但是呢 咱们一解释 你就会发现哈 是不是自己 对吧 纳税人吗 自己 当月 是不是同期 同类 是不是有同类 自己同期同类 然后呢 说什么 人家说用加权平均价 所以它的本质 是不是自己同期 同类平均 没错 跟增值税里面 这个第一个呀 是一样的 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顺序 那这个后面哈 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如果说你这个月之内哈 有一些过分低的 或者一些什么零这种 不计入到这个平均价当中去 第二个 那就是按照组成继税价格了 他没有说按照他人 同期同类平均这个事 没有 直接从第一顺位 蹦到了咱们的组成继税价格 那么这个组成继税价格呢 我想到这儿又要先暂停一下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课程啊 会涉及到三个组价 这三个组价呀 它每一个跟每一个的公式 它都不一样 所以我告诉大家 消费税这块 最难学的 难度最高的知识 一个是组价 那第二个呢 就是委托加工那块 咱们今天都会学到 所以你们来先建议一下 第一个最难的知识 其中的一条 组成继税价格 这个组价 咱们为了跟后边的区分 给它起一个名字 同学们 叫做什么 自产组价 什么叫自产组价 那就是自产自用 第二顺位 用的那个组成继税价格 千万不要 一座题上来马上用组价 不对 您先来看哈 有没有自己同期同类平均 没有的话 再用这个组价 来看组价公式 从价的是作为重点 那么复合计争的呢 已经好几年没有考过这个组价公式了 但是大家也要会 但是呢 你离开这个公式复杂 我告诉你哈 我告诉你个诀窍 你就是绝对忘不了的 来 先看从价 计争方式下 它的自产组价公式 来 前面成本加利润 告诉我 跟你增值税里边 是同销售那个 第三顺位的组价 一样不一样 告诉我 一模一样 对不对 咱们增值税里说了 试同销售 三个顺序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三是组价 增值税里 试同销售的组价 它的本质上 也是 自产组价 所以你会发现 前面是一样的 但是 这后边 为什么 多了一个 这个东西 我告诉大家哈 它 多了一个 除以一减 比例税率 这个比例税率 它一定是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为什么多了这么一个东西 咱们把这个公式换算 给大家展开 我告诉大家 多这么一个尾巴 它其实 是跟 这个公式 含义 是一样的 成本加利润 没问题 不解释 但是呢 我们多了一个 消费税 同学们想一想 为什么 跟这个一般货物的组价相比 咱们如果到了消费品质 咱们这个 在这个组价里边 要多加上一个消费税 先把这点想明白 咱们再做公式推导 为什么 我看很多段 评论区打出答案了 因为消费税 它是价内税 我们算这个 自产的组价 其实就是在算 它的消费税的寄税价格 寄税价格里 包括消费税本人 所以它是一个价内税 那么这俩公式 到底怎么换算 来 我们看一下 首先 我们这咱们就简写了 叫做组价 代表什么含义呢 代表咱们的这个 自产组价 来 跟我一起换算一下 当然你不用动笔 我在这换算 你只要 小学数学 你小学毕业了 这个相信大家都没问题的 来 消费税 对不对 咱们说了 消费税价内税 所以呢 成本加利润 加上价内税 好 消费税等于什么 公式变形 等于成本加上利润 加上 消费税 是不是等于 组价乘上 消费税的税率呢 对吧 咱们算这个自产组价 咱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做这么 去计算消费税的 所以消费税 它本人其实也等于 展开 就是组价乘上消费税 好 把这个 因子 移到等式的左边去 变成了什么 组价减去 组价乘以 消费税的税率 等于成本 加上利润 好了 到这儿 你有没有发现 端倪 提取公因子 这个其实就是等于 组价乘上一个 一减区 消费税 税率 所以把这个 一给它除到 等式右边来 我们的公式 就变成了什么 组价 等于成本 加上利润 除以 底下的分母 一定是 一减 消费税 税率 这个公式换算 我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 你只要小学毕业了 我相信都能听懂 对吧 这是没问题的 给我评论区打一个4 会计 财管 这么简单就好了 是的 咱们这税法 数学 最难最难 就到这了 你放心 所以这儿听懂了 听懂了 没关系 请大家一定要给我记住 为什么成本加利润底下要除一个小尾巴 除以一减去消费税税率 咱们的目的是什么 咱们的目的是为了把消费税给它包进来 因为消费税是价内税 所以咱们这儿一定是除以一减消费税税率 这儿可不可能除以一个一加消费税率 绝对不可能 任何情形 这个等式 我们只要是除的 它就绝对是一减消费税税率 所以一定要给我记住 听到了吗 记下来 这儿咱们做完了公式推导 也就意味着 咱们后边在讲那俩组价的时候 我不会再给你做公式推导 但是它的本质仍然是一样的 后边咱们为了节约时间 不会再做推导 听明白了吗 所以来看回这类公式 从下几争 为什么除以一减去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咱们目的是要为了把消费税包上来 所以要除以小尾巴 所以这是自产组价这个公式 那是没有任何理由 大家一定要给我背下来 你说呢 刚才想了半天 推导 你也听不懂 没关系 你听不懂的话 这公式你就死背就行了 必须得背 听明白了吗 好 OK 背完了之后 从价即征的走价公式 咱们就会了 会了之后 有台说为啥要提成本出来 这俩本质是一样的 这个咱们在增值税 走价公式解释过了 就不再解释了 不再解释了 好 那么 复合集税 咱们关键来看看这个复合集税 那首先啊 从价即征 同学们有没有背下来 背下来了 对吧 那复合集成呢 咱们就找不同 来看看 告诉我 这个公式跟前面 咱们的从价即征公式 哪儿不一样 成本加利润 告诉我一样不一样 前面也有这东西 对吧 括号里面 小尾巴一样不一样 一样 所以成本加利润不用你背 小尾巴也不用你背 你会发现 它不一样的东西在 我们好像往这个第一个括号里怼了一个东西 怼进去了 这反应是什么 告诉我 这是什么 这是数量乘以定额税率 所以这个本质上 它是你复合集成的 从量那部分的 从量税 比如说卷烟 那就是按捷卖了多少支 和一支多少钱去算 那白酒 就按捷卖了多少金 对吧 去算出来的从量税 好了 到这 提炼 总结 咱们把这个知识学简单 那告诉我 复合集成的组价公式 跟从价集成的区别 在于哪 看看哪个同学 能够提炼出来 记住 在第一个括号里 怼进去一个 从量税 就是 复合集成的组价公式 对不对 对 在第一个括号里 怼了一个 你说多了一个也行 那这怼这个东西 好像北方的话 老说怼 那南方 可能不知道 但是呢 就往里塞过了一个 对不对 塞进去了 塞到第一个括号里了 塞了一个从量税 就是咱们复合集成的 组价公式 好了 OK 我问大家 复合集成的组价公式 咱们记住了 假设你们都记住了 好了 出来之后 那咱们复合集成的消费税 应该怎么算啊 咱们这个自产组价 出来的同学们告诉我 怎么算 公式 拉出来 自产组价 复合集成的 这公式已经有了 自产组价 组价有了 乘上一个什么东西 乘上一个 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完没完 没完 还得加上从量税 好了 你才问为什么 我们是要在第一个括号里 怼进去从量税 特别简单 回家 自己 这是六年级的数学 仍然是把这东西柿子一拉 您左右挪一下 您基本上就是能得出这个结论来 基本数学问题 咱们上课的时间有限 咱们就不带你再去演算一遍公式了 那仍然是我刚才那个方法 公式左右挪一挪 提取一下公因子就得出这个公式了 明白吗 为什么 是我们的基本的数学推导方式 好了 OK 所以这儿 复合寄税的组价公式 有没有寄 怎么寄 记住 在第一个括号里 怼进去一个 从量税 就用这个方法寄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如果它不是复合集中的 它是从量寄税的话呢 从量寄税的 有没有必要算组价 没有 直接按照移送数量 算就可以了 这个呢 基本上不可能考虑 所以这儿呢 简单了解即可 好了 所以这儿呢 底下的原理详解部分 我呢 也是哈 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公式推导呢 又给你做了一遍 所以呢 今天啊 课后 刚才不是有同学问 说那个复合寄税的 我们为什么要在 第一个括号里边 怼从量税吗 用同样类似的方法 不涉及到任何税法知识 基本数学问题 回去自己推导一下 有兴趣的 你刚才问为什么的 那几个同学 你们回去自个推导一下 你要是呢 没兴趣 我跟你这么一说 你解释 你明白了就行了 你也不用推导 考试 他也不会考你这个公式的原理 听明白了吗 好了 所以这儿呢 原理想解 咱们回去自己看一下 听明白了吗 好了 看一道题目吧 复合寄税的公式背吗 也要背 但是怎么背 我刚才已经给你提示了 在从价税公式的第一个括号里面 OK 有他说 对 对就完事了 因为呢 这个推导就很复杂 然后我又得调出一页黑板来 再给你们用这个基本的小学六年级的数学 再推导没有什么意义 是吧 我就告诉你怎么记 你只要给我记住了 咱们的目的是什么 咱们的目的是把那个公式能够记住就完了 我的同学们 听明白了吗 好 OK 来看一道题目 某化妆品公司将一批资产的高档化妆品用于职工福利了 好 自产的用于职工福利应该怎么样啊 自产自用的得适同销售得算消费税 对不对 好了 成本告诉你了 8万元 然后呢 无同类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 所以你看顺位顺位 那第一顺位的已经明确说了 没有 没有怎么办 那直接咱们按照自产阻价来 好 自产阻价公式 这个时候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给我打在评论区 看看能打出来了哈 成本 8万 咱们那个是成本加利润 也可以写成成本乘以1加上成本利润率 对不对 两个说的是一个事 然后呢 小尾巴是什么 除以别忘了 一减 千万不要把后边给我写成加 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就是咱们的组价 组价出来之后呢 很简单 乘上那个消费税的税率就完了 对不对 好 然后乘上消费税的税率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个题目啊 虽然简单 也提示大家哈 有的时候 咱们这个题目呀 就特损 有多损呢 他这告诉你了 成本多少 写得非常清楚 成本利润率 甚至把利润多少都告诉你了 等等 给了你什么啊 花里虎哨的 开没开发票 什么这个利润多少 什么等等等等 然后他告诉你了 同类产品市场售价也有了 那个时候同学们 你用什么算消费税啊 千万别忘了 咱们展明这仍然是顺序的概念 题目里一旦给了这个同类产品的市场售价 千万不要给我组价 千万不要一上来 看这个题目给你了什么 成本 成本利润率 马上给我组价 上来就组价的 你告诉我啊 你绝大部分时候我告诉你一定会错的 听明白了吗 千万不要啊 上来就组价 好了OK 那么这道题 为什么在组成经济价格中 需要除以一减消费税率等等等等 自己看一下啊 这是同学们呢 在课后去年提的一个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回答也给大家写在这了 所以呢 课后自己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了 那这呢 预告一下 后边咱们还会讲两个特殊环节 消费税率的计算 这俩特殊环节里边啊 也都有组价 那个组价后边也有一个小尾巴 所以咱们后边讲到后边组价的时候 咱们这个小尾巴就不再重复的讲了 听明白了吗 那这个时候啊 你告诉我 为什么在后边的组价当中 也要除以这个小尾巴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要把消费税给他包进来 所以要出于这个小尾巴 好 OK 那咱们呢 接下来就到这张图了 连续生产这儿 咱们再稍微总结一下啊 连续生产 除了连续生产 非应税消费品 除了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咱们还有一个情形 那就是其他的自产自用情形 所以其他自用情形要不要征税 要征税 其他自用情形怎么征税 销售额怎么确定 第一 按照谁 自己同期同类平均 第二呢 按照阻价 对不对 好了 OK 那么 你才问 如果题目里给的是别人的平均呢 题目里不会给你这个条件的 你放心 好 OK 好了 所以这张图 看一下啊 咱们这是生产环节的 前面两个 已经讲完了 非独立 按门市 然后销售位的确定呢 跟增值税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自产自用的情形 第一个情形 连续生产 连续生产咱们说了 如果连续生产的是非应税消费品 因为它已经跳脱出来了 消费税的征税环节 所以这一道消费税要征 如果连续生产的是 我们的应税消费品 移送环节 暂不征收 等到后边这晚上您在卖的时候 再对它征收消费税 如果是其他自用情形 要征消费税 按顺序 第一 自己同期同类平均 第二 按阻价 还有一个 这里面没有写 还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用于换头底的情形 告诉我换头底按什么 换头底按最高价 所以呢 这个里边哈 哪个比较重要 我给大家稍微的画一下 基本上这三个 在我们消费税的计算题当中 那是绝对会出现的 这三个哈 三选一 那中间这个连续生产呢 它有可能哈 考了其他这两个 它就不考连续生产了 所以呢 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掌握计算的 那么就是非独立 按门市 换头底 按最高 那销售额呢 其实跟增值税一样 咱们就不用特别的去挤它了 所以讲到这哈 我们生产环节的 包括资产自用的 咱们都已经所有的都讲完了 听明白了吗 好了 OK那咱们今天接下来继续讲什么 继续讲什么 你会发现啊 咱们这里有好多个圆圈啊 都还没讲完呢 哪几个圆圈没讲完 委托加工没讲呢 对不对 每条加工消费税怎么算啊 委托加工的消费税怎么计算 这是今天咱们要讲的 第二个难点 同学们 难点来了啊 好 委托加工 那么还有一些哈 比如说批发环节怎么算 零售环节怎么算 那个时候都比较简单 咱们今天的第二个难点 就是委托加工环节 听明白了吗 好 好了 那么还没到时间呢 咱们待会儿到时间再休息 好了 特殊环节 咱们先把这个 卷烟和超华小技术给它讲完啊 来 卷烟 处于哪个环节 这儿 对不对 批发环节 所以呢 批发环节 大家写上 卷烟 它是加征一道消费税 那么卷烟在批发环节 加征一道消费税啊 这个其实考试当中 没有什么重点 所以这儿呢 不是一个重点 搞清楚 谁在批发环节 要被征收这道消费税就行了 来看这个概念 批发环节加征 它的纳税人是谁呢 从事卷烟 批发业务的单位或个人 那么这边 我要跟大家提示一点 我们国家现在对于批发商和批发商之间 他们不管怎么卖这个卷烟 咱们叫做批发环节内部掉波 这种批发环节内部掉波不征消费税 什么时候征收 我们这里面说的批发环节加征指的是批发环节 卖给零售商 卖到这个环节的时候 对他才加征一道批发环节的消费税 批发商跟批发商之间内部掉波不征收消费税 所以这儿呢 只有这一点需要提示一下大家 听明白了吗 好 税率呢 不用担心 题目里都会给你的 那你就了解一下 它仍然是一个复合计征 你看有个从价税 有个从量税 题目当中会作为已知条件 直接给你的 那如果你兼营的话 分别核算 国家不是亏人则 所以这个咱们也不解释了 好 OK 第二个 超豪华小鸡车 它是零售环节 加征 那么这里边就有几个小细节 来 首先看一看 什么叫零售环节呢 4S店 把这个小汽车 卖给个人 这个环节 叫做零售环节 所以针对这个环节 我们要加征 那么超豪华怎么定义它 零售价格不含增值税 在130万以及以上的 看后边 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 所以又回到了咱们上节课讲的那个知识点 我问大家 你记不记得 咱们说了消费税数目里面 那个小汽车的税目 包含了什么 还记不记得 来评论区打给我 包含了乘用车 还有中轻型商用客车 咱们还解释过了 说这个大货车不交消费税 明白吗 所以这是征税范围 税率呢 10% 这个呢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计算公式 这个很简单 零售环节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直接乘上10%就完了 那么接下来有个特殊规定 这个特殊规定啊 大家看一下 你还同学说 二手车不交了 是不是 二手车经销商啊 销售这种东西 它是不交的啊 咱们零售环节 只是加征一次啊 这车呢 被卖了 转了十手 那国家不可能征你十道水啊 不合理 好了 来 第四个 你要单独看一下 生产企业直接零售 这个情形啊 很特殊 同学们 这个其实讲的是什么 比如说啊 咱们说 这个 奔驰 大家知道奔驰 现在是这个北京奔驰 在生产销售 对吗 那北京奔驰 它是一个什么企业 生产企业 对不对 那大家知不知道 比如说这个北京奔驰 他们有一种车啊 就是那种叫做什么 那种面包车 大家有没有见过 在奔驰上跑那种 好像叫奔驰的那个V级的 那种车 然后很多那种影视明星啊 他们爱买那种车 当做什么呀 有没有 他说这个影视明星 爱买那种车当做保姆车 有没有 对不对 哎 你说这个时候你说我 范冰冰 去了这个北京奔驰 去北京奔驰 我买一辆那个奔驰的V级 让他帮我改装 改装 豪华 然后呢 加装很多东西 然后呢 我直接从厂商那买了一辆这个V级 坐我的保姆车 行不行啊 可以 对吧 没人拦着你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的生产企业 直接把这个超豪华小汽车 假如啊 这车卖的够贵 卖给范冰冰 那这个时候 咱们怎么算 同学们 好 你看啊 国家吃亏没吃亏 国家不吃亏 为什么不吃亏 生产环节的税率 得跟您这盛进去 没完 还得盛一个 零售环节 加征内道的税率 对吧 你看 生产环节税率 给您算进去了 还得把零售环节 加征内10%的税率 所以你看国家啊 这种情况下 他的税 一点都没少征 而且你想一想啊 我问大家 如果说出现这种生产企业 直接把这种超豪华小汽车 零售给消费者个人了 请问 国家这个税 你看看这个公式 是多征了 还是少征了 想一想啊 看这个公式 你告诉我是多征了 还是少征了 想想 为什么多了 有点说多了 那我相信 可能有团没有绕过来的一个弯 为什么多了 假如说 咱们这个超华小汽车 生产出厂 交易到税 成的是这个消费税率 但是 您生产出厂那一道 您用的可不是这个零售价 对不对 您用的是那个出厂价 对吧 您零售环节加征的用的才是这个 但是呢 现在这个情形 咱们把两个环节消费者给它合并了 统一用的就是这个零售价 所以你看本质上啊 这零售价一定比出厂价要高 那本质上国家还多征了这个税呢 因为它统一用的是零售价呀 对不对 所以你看国家还多征了这个税呢 所以这呢 咱们这个政策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么多年也没有出现过 涉及到这个政策的计算题了 但是呢 这个计算 大家也是要会的啊 你不要看说这么多年没出过题的 你这就可以忽略了 不行 你要会 听明白了吗 所以这呢 听懂了 给我评论区打一个5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把前面这个补完全 来 批发环节 卷烟加征 咱们说了 那零售环节 咱们是超豪华小汽车要加征 那咱们在零售环节 还说了一种特殊情况 那就是那个汽车的生产厂家 直接把那个车卖给了消费者个人 卖给了什么电视明星 对吧 做什么保姆车 那这个时候肯定特别贵 对吧 肯定超过130万了 所以这个时候加征 生产环节也得征 零售环节也得征 而且统一是用零售环节的销售 不含增值税的 小手额 这是卷烟 以及超豪华小汽车 我们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 加征的规定 好吧 到这儿 那咱们其实 前面所有的生产 自产自用 以及我们的卷烟批发环节 超豪华小汽车 零售环节 包括咱们前面讲了一个金银勃钻手势 也讲完了 所以前面的这些内容 大家听到这儿 觉得如果觉得还OK 都能听懂的话 给我评论区打一个6 好不好 那咱们这儿呢 后边咱们会进入到一个 很难很难的概念 那就是 委托加工 先打预防针了 委托加工非常难 而且委托加工的情形 很多 所以咱们在这儿呢 先课间 让你们课间休息十分钟吧 先把前面的这个知识啊 给我消化吸收一下 而且把这个图啊 同学们 你要自己给我画一画 听明白了吗 给我总结一下 咱们现在啊 就剩下 委托加工了 委托加工是个难点 进口啊 进口贼简单啊 所以进口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咱们今天的难点 就剩一个委托加工了 所以呢 该撒尿撒尿 该喝水喝水 该吃东西吃东西 给我打起精神来 听明白了没有 最后一小时 您可不能给我走神 因为咱们要学 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好了 课间休息十分钟 回来再继续啊 感谢观看